台湾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来自大陆的演员 我叫孙博 我们将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戏 叫做我的祖宗十八代 编剧和导演都是来自台湾的李宗熙先生 我在这个戏里演了很多个角色 这个戏是讲三个男人的感情 三个男人在十八辈子里的复杂纠结 可是又无法了结的一种感情 这个戏里有很好看的故事 有很好听的音乐 最重要的是有很棒的表演 非常期待着和你们见面 这个戏是我和李宗熙导演合作的第二个戏 还有一个戏叫我是你爸爸 宗熙导演的戏都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会有一个字 作为他的戏的核心的部分 或者表达吧 叫做家 那么我们这个戏叫我的祖宗十八代 不同于他以往的作品 是因为我们这个戏讲了更多的 关于缘分和前世今生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对于他来说 或者对于我们来说 都是一个全新的尝试 所以我觉得非常期待着 观众朋友能来剧场 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和体验 这也是我第三次将要踏上台湾这片神奇的土地 也是我个人第一次在台湾的舞台上和台湾的观众见面 所以我心情是特别的不安和忐忑 不知道我们这个戏能不能接受得住台湾观众的检验 你们是否能喜欢我们这个戏 但不管怎样我相信我们一定会用我们最好的状态 最诚心的表现去演好这个作品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好是有那么一点小小的认同和赞赏就好了 谢谢各位